下面这两组建筑是慈禧太后和慈安太后的灵寝 两组建筑看上去是完全一样的 因为这是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建成的 设计师谁也不能得罪 所以这两座灵寝不仅完全一样 而且是同时开宫同时俊宫 慈安太后活着的时候慈禧太后不敢超过她 但是慈安太后去世后慈禧的机会就来了 皇家灵寝天长日久会破损 所以要维修 当时的慈禧灵也出现了破损 所以慈禧太后借着维修的名义 实际上则是几乎把自己的灵寝拆掉重新建了一个 所谓的维修工程一共持续了13年 直到慈禧太后去世前4天才完工 慈禧灵寝工程重修开始的时间也非常特别 为什么这么说呢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 1895年4月份签订的马关条约 11月份灵寝重修工程正式开始 而且这座灵寝重修工程花的钱 比修医和园花的钱要多 所以说慈禧太后艾玛一点都不冤枉 这个是慈禧灵前的第一个建筑 叫神道碑亭 里面有一桶石碑 上面用满猛汉三种文字 刻着皇后的嗜好 按照规定只有皇帝灵前 才可以修建神道碑亭 所以说这个是明显预制的 为什么说慈禧灵是级别最高的皇后灵呢 这个就是其中一个原因 康熙的奶奶孝庄航后的灵前 也有这么一个神道碑亭 但是它是有特殊原因 因为它没有葬在皇太极的身边 需要有这么一个神道碑亭来表明身份 但是慈禧和慈安的灵旁边就是咸丰的定灵 所以他们这个神道碑亭 纯粹就属于个人喜好问题 在慈禧灵的龙温门之前 有这么一块石头 这块石头摆放的位置呢 有一点不伦不类 这块石头啊 是重修前慈禧灵龙温殿前面的丹壁石 这块石头既不能拿去用 又不能随便扔 所以当时被埋了起来 是后来被我们发现了 放在这里的 慈安太后的丹壁石也是这样的 上面雕刻的是龙凤城祥 具体为什么画呢 我们进去就知道了 有句话叫地下看乾隆 地上看慈禧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乾隆的地宫有很多精美的雕刻 但是慈禧灵前这三座大殿 比故宫里面级别最高的太和殿 还有豪华 究竟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呢 咱们逐条来讲 对面这个建筑是慈禧灵地上建筑中 最重要的一个建筑 龙恩殿 龙恩殿下面这些石栏杆就很不一样 在解读慈禧前石栏杆之前 我们先看一下正常的石栏杆是什么样 这个呢 是乾隆龙恩殿前面的石栏杆 石栏杆分为三部分 望柱 石栏杆 曝古石 乾隆这里的望柱头是龙凤柱头 也就是说一个龙一个凤这样交替 再看慈禧灵的望柱头 全部是降凤 没有一条龙 我们上去看一下这个柱头 也是一条非常丰满的降凤 再来看柱身 其他灵寝的柱身只雕刻着简单的条纹 而这里则是内外两侧分别雕刻了一条生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凤在上龙在下 再来看望柱之间的石栏杆 这个是乾隆的石栏杆 上面只有简单的条纹 再来看慈禧的石栏杆 上面有复杂的雕刻 这是一组龙凤成祥的图案 正常的龙凤成祥是龙和凤头相对 注意看左边的凤和右边的龙 龙头对着凤尾 意思就是凤在前龙在后 最后我们再来看曝古石 这个是乾隆的曝古石 上面只有简单的线条 这个是慈禧的曝古石 一共有十个 内外两侧都雕刻了复杂的图案 曝古石的谷面上雕刻的是一只站在山上的彩凤 下面是什么呢 是一条在海上飞的龙 而且是龙头向上仰望着彩凤 又是凤在上 龙在下 我们再来看龙温殿正中间的单壁石 正常的单壁石是什么样呢 这个是乾隆的单壁石 上面是一组龙凤成祥 因为在清代左围上 所以这里是左龙右凤 再来看慈禧的单壁石 也是龙凤成祥 但是凤在上龙在下 这些雕刻想表达的意思非常简单 皇帝算什么 解说了算呗 还有一点 这块单壁石采用的是高夫雕加透雕的技术 龙和凤的很多部分都是镂空的 这个只有在慈禧陵能够看到 现在我们再看大殿的主体结构 注意这个大殿的外墙 是不是看上去灰不垃圾的不怎么样 我身后这个建筑是乾隆玉陵的西佩殿 这里就是红墙黄瓦 看上去特别高大上 这里的宫墙分为两部分 下面是用的橙浆砖干摆 上面红墙的中间是用比这个砖要差的槽砖契成 外面抹的是红色的灰浆 不仅摸上去很粗糙 时间长了还会脱落 北京的故宫也是这样 我们再看慈禧的工墙 上下里外全部是橙浆砖干摆 这些砖不光气得严丝合缝 而且打磨得非常光滑 这种工墙也要比其他的工墙要坚固 很显然这种结构造价也更高 所以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大殿的木结构 看上去好像灰不垃圾的不怎么样 其实这些木构建全部用的是海南黄花梨 肯定有很多人说金丝楠木不比这个好得多吗 现在有清代留下来的建筑档案 楠木的价格跟紫潭黄花梨根本就没法比 楠木也不是皇家专用 在南方有很多民宅的房梁 包括造船棺木也用楠木 因为黄花梨的生长速度太满 这种高大的木料极其罕见 所以一般是用来定做高档的家具或者雕刻 慈禧三大殿的这些黄花梨柱子不是多少钱的问题 根本就找不到这么大的木料 幸亏孙殿英那个时候不流行玩手串 要不然这个地方就光剩了一堆石头了 大殿里边这些黄花梨柱子比外面那个还要粗 一个人根本抱不过来 靠近之后会发现这些柱子上面有很多树像的裂缝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慈禧太后来视察灵寝的时候 发现龙温殿里边这个黄花梨柱子太细了 所以在黄花梨柱子的外面又加了一层黄花梨 所以光这些柱子就已经是无甲之宝了 不光这些木结构牛叉 它的墙壁也不得了 慈禧三大殿的内墙全部是精美的砖雕 其他供电的内墙跟刚才我们说的外面是一样的 只不过灰浆的颜色不一样 里面用的是黄色灰浆 这个是乾隆玉林的龙温殿工墙内侧 是不是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 这个雕刻是什么意思呢 中间是一个兽 外面是蝙蝠 一共是五只蝙蝠 这个叫五福捧兽 五福捧兽周围的背景是什么 是万字符 万字符是一个吉祥的符号 所以也可以解释成万福万寿 万代福寿 而且三个大殿的砖雕一共有两百多平方 全部是用的扫金工艺 也就是说这些砖雕的表面全是些金子 而且还是用的两种颜色的金子 凹进去的用的是黄金粉 凸出来的用的是红金粉 我们再来看屋顶的彩画 这个是乾隆龙温殿屋顶的彩画 正常的彩画应该是这样的 不仅彩画是五颜六色的 而且要把整个木头完全盖住 现在已经有很大一部分脱落掉了 再来看慈禧龙岸殿的彩画 这里也有很多裸露在外面的木头 但这里并不是因为彩画脱落造成的 是因为这里的木料比其他宫殿要好得多 黄花梨的本色本身就已经是品味的象征 所以是故意露在外面的 而且这些彩画全部使用的贴金工艺 也就是说彩画没有其他颜色 全部是金色 这些彩画主题也很简单 以金龙和锦文为主 三个殿一共有3177条金龙 注意看龙温殿的天花板 为什么是一个一个的空格呢 其实每一个空格里面 以前是有天花板的 因为每一块板上有一条金龙 所以被孙电英给盗走了 但是非常有意思的是 不知道什么原因 孙电英还留下了五块半 天花板没有偷走 龙温殿里面的黄花梨柱子上 有很多环形的凹槽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大殿里的每一根柱子上 都盘旋着一条溜金铜龙 因为孙电英把所有的金龙都盗走了 所以凹槽才漏在了外面 现在大殿里面的金龙是后来的复制品 这些金龙非常的厉害 正常的龙温殿柱子是什么样的呢 这个是乾隆玉陵龙温殿的金丝楠木柱子 只有门的两侧 中间这四根柱子上面有装饰 其他的柱子都是红油漆 包括东西配垫里面的柱子 也全是红油漆 中间这四根柱子 虽然也使用了金子 但是它是一种平面的画 不论是造价还是美观程度 跟慈禧林的完全没法比 慈禧林不光是龙温殿 还包括东西配垫 室内室外 一共是64根柱子 每一根柱子上都有一条金龙 皇家建筑里面 级别最高的故宫太和垫 一共是72根柱子 也只有中间的6根柱子才有盘龙 而且太和垫的金龙 就像慈禧这里房梁上的金龙一样 是贴金 跟慈禧林的完全没法比 所以说慈禧的三大殿 施滑程度远远超过了故宫的太和垫 而且慈禧这些金龙造型也不一样 正常的盘龙是头朝上尾朝下 也就是生龙 但是这里的盘龙是头朝下尾朝上 也就是降龙 这是什么意思呢 龙在慈禧面前也要低头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这些龙的龙须根部有弹簧 每次开门或者有风的时候 龙须就会微微颤动 这些龙看上去就像活了一样 慈禧这次重修灵寝一共花费了4500多两黄金 其中三大殿就花去了3800多两 柱子上这些盘龙 再加上这些彩画的金龙 还有外面雕刻的龙 一共有3550条龙 简直就是黄金和龙的世界 故宫的太和垫是不允许人进入的 所以慈禧的三大殿 非常值得自己来亲自感受一下 慈禧太后灵寝的地上建筑 奢侈程度无人能比 那他的地宫也是规制最高 最豪华的皇后地宫 下一个视频接着讲